今天的说明会 好 谢谢大家来看这一个今天的说明会 然后呢 我是Kevin 我是来自Essex的代表 然后我们Essex呢 跟明传大学呢 我们是有合作的关系 我们现在合作呢 是跟你们归校明传 International College 有一加三的课程 然后我们另外也跟归校management的这个学院里面呢 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课程 所以我今天会主讲的是两个不同的合作的关系的课程 所以现在呢 我先开始 with 那一个明传International College 好 所以现在你们可以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学校呢 Universe of Essex呢 其实是跟明传的那个International College呢 有合作的关系 所以呢 在明传International College的学生呢 你们呢 可以做一加三的课程 你们可以在明传念了一年的第一年的课程过后呢 你们可以转来我们Essex呢 就读我们三年的课程 然后你就可以在我们的Essex去问你们的学课程了 然后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分享会呢 就会让大家知道会有关于有什么样的课程 你可以在明传念了之后呢 可以过后可以学分转过来我们Essex的什么样的课程可以念 然后现在呢 先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呢 Universe of Essex 我们有三个校园 校区 我们有Cortressa, South End和Lofton Cortressa是我们的总校 就是Main Campus South End是另外一个分校在海岸边的一个城市 然后Lofton呢 其实是比较给我们的戏剧和演艺戏的学生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现在Essex呢 一共有大概一万七千八百个学生在三个不同的学校 然后在这个一万七千八百个学生之中呢 有四十八千呢 是国际学生 然后国际学生呢 都是来自一百四十个不同的国家 所以呢 这是让我们在这个TNC World Ranking里面呢 我们是前二十五 for international outlook的 然后呢 我们有总共有三个Main Faculty 然后还有二十一个不同的Academic Department 我们在UK的最高 在英国最高的排名呢 是前三十二 现在我们是排名在前三十二 在UK的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2020年 然后你们也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学校 什么的学生呢 八十九八千的学生呢 都成功的找到工作 或者是继续他们的升学这方面 所以呢 我们的就业率跟继续升学率呢 都蛮高的 然后你们可以看这个地图呢 Essex呢 其实是很靠近很靠近伦敦了 所以呢 我们要去伦敦的话 非常的方便 从我们的Cochester 或者是Soul Ncampus去的话呢 只要一个小时就到了 然后我们的Loft & Camper 其实就是在伦敦里面 然后你们Cochester 就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 等一下我们会再做一点详细的介绍 说比较小的城市呢 所以你们的生活费呢 就会比较低一点 可是呢 你要去大城市 你只是踏一个火车一个小时 你就可以已经到伦敦了 然后这里是大概跟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三个小区 就是Cochester呢 它就是一个比较 就是 你可以看从画面来看 它就是一个很 算是中等的学校的小区 所以 因为它也是比较小的城市嘛 所以那边的人呢 都会比较Friendly 比较Lively 然后也是蛮安全的一个Campus 我们的都有CCTV 都有84小时的保安 然后如果你看Soul N的话呢 Soul N它其实就是说它是一个靠海城市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然后我们的教学大楼 两栋大楼都是在城市的市中心 所以它就会比较Vibrant 比较Modern一点 然后从Soul N Campus呢 你走去海边十分钟就到了 然后Lively Campus呢 刚才说的是给我们的CG跟演艺之类的学生 科系的学生就读的 所以现在这个Video呢 现在让你们来看看一下我们的总校Cochester Campus 谢谢大家 所以你们刚刚看到的那个运动呢 就是我们的Colchester Campus 它是其中一个英国里面 历史最悠久 最旧的一个城市 它已经有差不多2000年的历史了 然后呢在Colchester呢 它虽然是一个小城市 可是它还是蛮多景点 可以让同学们去参观的 我们就会有来Colchester Castle 然后我们有最古老的那个Roman Wall 在英国的都可以在Colchester找到 然后呢Colchester呢 里面有一个蛮出名的动物园 Colchester树 它有260种不同的动物 可以让同学们去参观 然后Colchester它虽然是一个 比较小的城市 可是呢它附近还有蛮多 漂亮的小城市 Countryside和Parts 所以同学们呢在放假的时候啊 或者是送货的时候 都可以踏巴士 蛮方便 踏巴士或者踏火车都蛮方便的 就可以去其他的一些靠近的城市去参观 然后在Colchester Town呢 也的那个City呢 也蛮多不同国家的食物 所以你要找到东南亚国家 你要找到亚洲国家的食物都蛮方便的 然后在学校附近呢 就会已经有一个亚洲超市 所以其实如果想吃 还是想练我们东方的米饭的话呢 还是蛮方便的 接着下来要让你们看一看的是South End Campus 因为South End Campus呢 它除了是我们的oral health science的学生呢 会在那里就读 但是其他如果你是念 很像international marketing entrepreneurship 企业方面的课程呢 你都会在我们的South End Campus 所以South End Campus它是一个靠海的城市 靠海的城市 所以呢它就会享受到比较大城市一点的 一些繁华 然后我们有Tim Park 然后就是很多这些Seaside Resorts 都会在那边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现在让你们来看一看 这个South End Campus的video 感谢观看 大家可以看到的呢 就是Sovian Campus呢 它就会比较biverant 因为它是比较一个靠海 比较靠海的城市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有没有三个main faculty 就是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还有Faculty of Science and Health 然后呢里面呢 都会有总共有28个 不同的departments 所以每一个Faculty呢 都会有不同的科系 不同的课程 让学生来选择 然后呢我们今天介绍呢 就会注重在比较 几个比较注重在的department呢 都是跟明传大学呢 有合作关系的 第一个呢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的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Ferms and Theatre Studies 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学 电影 还有那个戏区研究的department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 简称叫做LIF呢 它其实是在 学校里面呢 就是在UK的ranking方面呢 我们是排第四 For Drama and Dance 然后For Creative Writing的话呢 我们是排第七在UK 所以呢我们的老师啊 师资资格啊 还有整个department 其实呢的排名都很高 老师呢都是很active的researcher 可以看得出他们在教学呢 在研究方面呢 都有一定很好的程度 然后呢你们也可以看到 如果学生是念 跟journalism啊 broadcast啊 communication这方面 有相关的课程的话呢 我们会有自己的杂志 我们会有自己的radio station 所以呢学生在念 这些课程的时候呢 除了注重在你们的academy方面呢 你们的hands on 你们的practical learning呢 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学校呢 我们会有自己的theater 所以我们的drama学生可以呢 在我们的legside theater里面呢 大概有200个位置的一个theater里面 然后可以来做他们的表演 或者是做他们的一些展览 所以呢这里呢 你们可以看到的呢 就是你如果是从名传 international college的话 你们可以做一个 一加三的一个课程 所以只要你是在 你是念international effect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rade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你的总平均呢 有达到gpa 3.0 然后我们需要英文 iELTS 6.5 然后每一个component 一定要5.5 你有这样的成绩呢 你在明传一年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转来我们的这个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form and theater studies 来念我们这边的课程了 所以所有的课程你们都可以念 除了form studies form studies and literature 还有form and creative writing 这三个课程就可能没有办法练 可是其他的课程好像journalism之类的呢 都可以过来我们这边修完的三年 然后如果你们是apply跟drama跟戏剧方面 有关方面的课程的话呢 我们会要看你们的那个practical skills 所以呢可能到时会要看一些你们之前做过的作品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看department of government的课程 so我们的department of government呢 它是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在URO 因为我们的research power呢 在英国呢是排第六 所以呢跟之前的department一样 老师呢除了在教学方面 他们在研究方面呢 其实也是排名很好 他们都是还是很active的在做他们的研究方面 所以你可以看我们的government的这个department的 他们是在研究方面呢 是研究power是排第六 然后在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方面呢 我们是在英国排第十六 然后就我们也有这个sx lab呢 能够让学生来做他们的social science experience 我们会有不同的老师 不同的参赛 参加者 然后会来给这些分享会啊 然后做一些pioneer的social science research 然后这个department呢 他们注重的五个研究方面呢 是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nflict political behavior political economic political institution 还有political chourry and discourage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 我们的学生呢 很多学生从这个department毕了之后呢 他们都可以在政府部门啊 charity 慈善啊 或者是在NGO上 企业方面呢 都做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所以我们有的progression cost呢 就是有一加三 所以你是同样来自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rade 还有journalism和maxcom的话呢 一样你的总平均3.0的话 IL 6.5的话呢 你就可以过来我们 SX呢 念我们的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economic politic and economic politic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 with human rights politic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 或者是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 所以呢 这些课程呢 你都可以选择过来 继续在我们这边念 念完三年 接着下来 另外一个department呢 就是经济学 department of economic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department of economic呢 我们是在QS World Ranking呢 是台第18 然后我们是one of the Europe leading economics department 所以同样的 就是researcher都是很棒 很有 都很active的一些researcher 然后我们也很well connected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跟financial center 我们是top 10 for value added to economic graduate wages 然后我们的毕业生呢 都能够成功地找到 在大公司里面找到 工作好像在 Bank of England Aviva Deloitte Ems and Young 这些很大型的公司呢 我们的学生都能够找到 然后跟 明硕 international college 有合作的呢 也是一样是一加三 from刚刚那三个 bachelor degree 一样呢 总平均3.0 IOS 然后你就可以过来 念跟我们经济学相关的课程 所以你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我们用的课程 所以如果想知道 有课程有哪些不同的话呢 欢迎到我们的 学校的网站呢 去看一下 然后你只要打 你要念的课程了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 confirm不同的课程 然后通常我会建议学生 去看一看我们的structure 就是你会看一看 你之后要念的什么课目 然后你们再去compare 看你们会 自己本身会比较喜欢 会比较热情 在哪一些课目 然后你们就会选 相关的课系来继续念 接着下来说 我们的商学院 就是一个最 最popular的一个学院 所以我们的 SX Business School呢 是我们最大的一个 department 在我们的 Cortress Science Sawing Campus 然后呢 我们在 QS World Ranking的 Accounting and Finance 排第25 然后我们也跟 University Innovation Center and Industry 的合作呢 非常非常的 强 我们有 embedded我们的 Predical Education 所以很像 如果念 金融方面的话呢 学生呢 都可以用这些 Bloomber Terminal 来让学生 已经可以 了解到那些 Livestock Exchange 的一些经验 然后我们的课程呢 也是被 Accredited的 所以我们会 被Amba ACCA 西马 ICAEW CFA 这些 很出名的 国际认证 然后呢 从 明传 International College 呢 一加三的学生 只要你是在 International Effort an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rade Journalism和Maskong Fashion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还有University Travel and Tourism的学生呢 一样 总平均3.0 IOS 5.5 每一个 Component 5.5 你就可以过来呢 念我们上学系的课程 我们有的课程呢 是有 Finance Accounting Business Management Banking and Finance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Accounting Economy Business Management With Modern Language 这些课程呢 你们都可以过来 继续升学 Next 我们会有 我们的Department of Mathematical Science 所以这个Mathematical Science呢 你们同样是来自 之前说的那三个课系的话呢 你们可以过来念 我们的Mathematical 数学系 Statistic Mathematic with Physics Actual Science 经济学 Economics with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with Computing Data Science and Analytics 还有Finance and Mathematics 你都可以过来 去继续念我们的 三年的课程 接着下来是我们的 Age Hotel School 所以我们是 the first and remain the only hotel school of our kind in the UK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我们的 Hostel School呢 其实就是 一个Fully Commercial 一个四星的 Country House Hotel 所以你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其实你们就是在 一个真正的一个 四星级的 Hotel里面上课 跟实习 所以我们是 the first and the only hotel school 在UK有这样子的 让学生有这样子的 不同的体验 所以我们的课程呢 全部都是会比较 industry and engaged learning 所以就会尽量让学生 在上学的时候呢 都有相关的一些 工作经验 所以我们这个 H Hotel School 有的课程呢 我们只 让那个 university tourism degree的 学生呢 如果你的总平均 有3.0的话 然后你的 IR总是6.5 你就可以过来 念我们的 Event Management 或者是Hospitality Management 接下来 我们有 Computer Science 可以看到我们的 就是4%的学生呢 从这个学院 毕业了之后呢 都能够成功找到 工作或者是 Furder Studies 所以我们也 work closely with 那些 relevant的industries 好像 Pfizer ICC 联滑电子 这些都是我们的 Event Industry League 然后能够 学分转移过来 我们这边念的课程呢 就是 1加3呢 就是 如果你们是念 Apply Computing的话呢 你就可以过来念 我们的 Computer Games Computer Science 然后Electronic Engineering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然后我们有 Robotic Engineering Mechatronic System Computer System Engineering 这些都是你可以 过来念的课程 所以呢 刚刚呢 就是跟你们 介绍过了 你们在 International 明传 International College 可以念的课程 然后可以过来 可以做1加3 学分转移过来 我们 Universal Ethics的课程 所以呢 如果你们需要 申请的话呢 会建业学生 在3月之前 通过申请 如果你是 1加3的学生的话呢 就可以用我们的 网站 直接申请 或者也是可以 用YouCast来申请 或者是有需要的话呢 也是可以去 问一下你们 明传的老师 我们的老师呢 也会帮你们 在做申请方面呢 会帮你们 做一些解答 然后申请的话呢 我们需要的文件 就是会要一个 你们的 最新的 那个 Economic Transcript 就是你们 在第一年 你们已经有的 那个成绩单 要交给我们 如果可以的话呢 最好是在 是英文的 然后我们要 也要看你们的 英文程度 所以我们需要 你们去考那个IELTS 然后呢 你们要写一个 简短的 Personal Statement 如果你们有 工作经营的话呢 当然是可以给我们 一个你们的CV 然后呢 也是要一封 学校的推荐信 学费方面呢 如果你是一加三的话 我们的Bachelor Undergraded Degree呢 是大概一万九千 到两万两千 七百五十英镑 一年 然后一年呢 在SX的 生活费呢 的话呢 我们是大概是 差不多一万 到一万两千英镑 就包括了你们的 住宿啊 食物啊 还有Transportation 还有一些需要 花费的Poken Money 住宿方面呢 我们是会有 Guarantee For我们的 新来的学生 所以呢 你只要呢 Apply 在我们截止日期 之前申请的话呢 我们都会有 给你 会有办法 给你们 住宿 然后呢 住宿呢 全部都是 因为在英国 他们 饮食 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呢 每个学生 你们都会有自己的房间 你们不会需要 Share 你们的房间 所以你们都会有 自己的房间 你们需要 共享的呢 就是厨房 还有 厕所 跟厕所 跟冲烟房 所以如果你们 不要 Share 厕所的话呢 你们可以拿 自己有 on suite的 所以你们就不需要 跟其他的学生 共享那个厕所 可是呢 厨房都是需要 共享的 所以呢 你们有空的话呢 也是可以上 我们的网站来 看一看 我们有不同 我们有 我们有差不多 八个不同的住宿 在Cochester 上N的话呢 就只有一个住宿罢了 然后你们可以去看 我们有不同的选择 不同的地点 然后他们有 有需要 多少个学生 来学一些 communal kitchen 讲学金方面呢 明川大学的学生 如果你们来做 我们的这个 一加三的话呢 我们会有 二十八千 fee discount per year for maximum 三 years for一加三的学生 for一加二 或者是二加二的话呢 会有 十五八千 discount per year for maximum 两年 这除了上学方面呢 其实我们还会在 注重来 你们的career career mentoring 你们的personal tutor 你们的mental emotional health 这些呢 再过来念书的话 都不需要担心 我们都是很多 services 和support 来帮忙学生 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请尽量 要通知 相关的部门呢 我们都会想办法 帮助学生 然后在 课业方面 如果也需要的话呢 我们也是可以帮忙 学生 好像如果 虽然英文达标了 可是还是需要 加强英文的话呢 我们也是有 格外的英文课程 academy skill workshop 让学生可以参加 不需要 不需要另外给钱 都是 包含在 你们的学费里面的 就是一些 additional support services additional classes 给你们去参加的 好了 这个呢 就是 关于 一加三 你们 跟二加二 from 你们的 international college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可以少 这个QR code 然后可以再来 联系我 或者是可以电邮我 都可以 然后 我知道可能 有点超时了 可是我还要 还有一个presentation 就很快的 就 还有一个 再跟你们 解释你们的 这个management 方面的 so management 的话呢 学校就不需要 再 解释了 因为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就是我们 也是跟 明川的 school management 有这一个 合作 就是三加一 这个三加一呢 就是一个 学生 塑的一个 课程 所以这个就是呢 明川大学的 明川大学的 学生呢 如果你们 要做三加一的话 你们在 你们的 学校 做完了 三年的 bachelor 在 Bachelor 的话呢 你的总平均 三点零 还有你的 英文 6.5 的话呢 你就可以 用你们 三年的 学士 成绩 来 上我们的 硕士 课程 所以这个 是一个 学生 硕的 一个课程 所以这是 一个很好的课程 所以因为你们 三年的 的 bachelor 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过来 念我们的 master degree 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的master degree呢 在 Cochester campus 你可以过来念 我们的managemen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marketing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nd bank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还有finance and management 在 上 an campus 的话呢 你会需要 念 你可以念的是 master of business management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global project management 还有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所以这些课程呢 都是你们在 念了三年 bachelo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rade 可以学生 说过来 我们念 我们的 硕士课程 然后另外呢 我们另外有的 另外一个 progression呢 是 from 你们的 就是 明川的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 还有department finance 的学生呢 也是可以过来 念我们的 这个学生 说 所以呢 有的课程呢 也是跟刚刚的 那个三学院的 课程一样 这里可以看一看哦 一样呢 要account的话呢 我们也是希望 能够在三月之前呢 先做一个申请 然后呢 这个for master application的话呢 就是可以直接 上我们的网站申请 一样 如果你们有问题 需要知道 怎么样了解 知道怎么申请的话呢 都可以联络你们 明川大学的老师 我们需要的 document呢 会需要一个 跟刚刚一样 也是需要 你们的academic transcript 你们的成绩单 三年的成绩单 然后你们的 iops的成绩 你们的 personal statement 然后如果有工作 经营的话呢 可以给我们写 学费方面呢 for我们的硕士课程的话 硕士课程的学费 是差不多 介于 2万2千到 2万1千到 2万2千4百 英镑之间 然后一年 因为硕士课程呢 是 10个月 一年 所以需要 在英国一年 所以呢 我们的 living expenses 是大概 1万1千到 1万2千 住宿方面 跟刚才一样 住宿方面 你们是新生的话呢 都是guarantee 有住宿的 所以都是要 尽量在 截止之前 来报名 还有申请住宿呢 我们都会 留住宿给 新生 奖学金方面呢 for master的话呢 所 明川大学的 学生 3加1的话呢 你们在我们 念我们的master degree的时候 你们可以想到 享受30%的 那个 学费折扣 同样的呢 我们还是 有很多 其他的services 来帮忙学生呢 好像在 就业方面呢 课程方面呢 你们的心灵啊 mental health之类呢 我们都可以 帮助到学生 academic skill方面的话呢 也是跟刚才一样 不要加强英文的话呢 或者是要加强 写作方面的话呢 我们都会有相关的 一些额外的课程 给学生去 参加 好 同样的呢 如果你们 同学们有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 电邮 发电邮给我 或者是 扫这个 LINE的QR code 然后都可以 传LINE的简讯给我 好了 今天的这个 说明会呢 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 观看 想请问 有什么问题 想询问的吗 刘老师 刘教授 如果没有的话呢 今天的说明会呢 就到这里 所以有什么需要 想更加了解的话呢 请欢迎发电邮 或者是 sign你们的QR code 或者是跟 明川大学的 老师联络 都可以的 好了 那么我们就期待 下次再见 也谢谢你们 对 Universe of SX 有兴趣 谢谢 拜拜